由国立东华大学财团法人实质中心 花联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 以及花联县企业服务志工协进会 共同办理的数位转型接轨 未来111年地方特色产业发展趋势论坛活动 邀请了多位的讲者 从不同的面向来分享数位转型的趋势和案例 希望借由论坛的分享 让花联在地的企业了解到数位转型的重要性 在后疫情时代 数位转型加速融入各产业领域 触发经营模式的创新改革 以数位转型新思维为主题 从组织和主管的思维以及行动该如何因应 协助企业节省成本提升竞争力为主轴 花联未来可以怎么做 有哪些机会可以做 包括智慧观光 比如像孤独的这种渔业 或者绿色生计文创 这些都可以做 但是如果再加上数位转型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样让更多的在地业者 甚至在地就学的一些学生 让他们所学的这种数位的技术 加进来的时候会产生怎样的变化 县长徐振卫表示 华联拥有世界好山好水等优渥的条件 以及绿色观光磁名于国际 随着五区世卫经济的发展 华联不仅是永续观光有机农业的首都 更要透过科技让华联要升为国际智慧城市 数位转型更是重要 因为现在整个产业 如果没有数位转型的八大面向 大家不断地一起共同的磋商 或者共同的努力去执行 那未来也很难 很难再走得下去 所以我要谢谢东方大学 给予学术上很大很大的支持 和华联先生和我们签了 这个合作一项书 在这一次的我们在高雄的 这个高雄的文博会 花莲的这个天 岩石造物就非常非常的轰动 所以我想花莲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机会 而且有力量 能够成为东台湾非常重要的立足之地 地方特色产业发展趋势论坛 数位转型接轨未来 看到地方在因应数位转型的过程 遇到的困难 希望透过交流与学习 让数位转型进而实践 为地方产业注入活水 记者林杰 花莲是采访报道